系纸运动园区已经成型,有大型运动中心还有运动场,位于系纸的市中心,每天上千人来跑步见走,相当热门,图观天下有限电视提供分享,系纸运动园区已经成型,有大型运动中心还有运动场,位于系纸的市中心,完整的跑道经过大翻修后,不但整体景观变好,也吸引更多人来,每天上千人来跑步见走。 另外,系纸区公所也在市立运动场边,开辟了一个大型的儿童游戏沙坑,让所有的孩子开心玩沙,小孩子好动总是坐不住,不过,令小朋友疯狂的沙坑总能让他们玩上好几个小时。 下午时间,纵合运动场边的儿童游戏沙坑,小朋友们带上自己的挖土工具来,有尘土的也有桶子,没有的话,一个塑胶杯也能让孩子玩上好一会儿。 至于陪伴的大人,在周边也贴心设置了椅子,坐着看本书或是聊天。 公所经建客长苏思华表示,大型沙坑区大概有30平,外头以水泥打造,午后,尤其是假日,都可以见到孩子们在这个小天地进行玩沙。 小朋友用手实际感受沙子的温度变化,另外,这些沙还有一个用途,就是防灾使用。 公所经建客长苏思华表示,去年运动场的跑大道翻修后,戏指区公所决定开拼一个专门给小朋友玩的大型沙坑,后来又加上了遮阳设施,功能更完整。 至于使用,帅一直很高的综合运动场,因为位处是中心,使用的人很多。 104年整修后,绿色草皮,红色跑道,还有场边的蓝色配色,跑起来不但更舒适,整体景观也更好,所以根据统计,每天使用人次破千。 综合运动场完整的运动设施,除了有跑道,跳远沙坑,也有球网,所以也吸引学校在这里办体育竞赛,甚至像这一天是齐心区比赛,连金山万里的学校都一起来参赛。 绝番跑不接力,跳远,跳高,至于平时,只要下午时间,只要是不下雨,大概三四点,人潮就会陆续出现,不分年龄,一身休闲打扮,可能快走,或是慢跑,动一动好乐活。